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吃酥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动物生命我们不可以吃 酥更好吃 很甜的味道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吃酥 我们蛮惊讶就是他有朋友吃 一吃酥了就一直吃酥 吃酥跟我们讲 要尝试酥 保护地球 对身体好 有些人担心说 好像一定要吃肉 有蛋白质才能够健康成长 我本身也是吃酥了很多年 我六岁就开始吃酥了 七岁 七岁 然后还是长得这么大 一个营养的餐盘 并不会因为不吃肉类 而没有办法拿到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 我觉得营养均衡很重要的 你天然食物 天然的食材 大地 给我们的一个五穀杂粮 蔬菜水果 一个滋养来滋养我们身体 那一般上还是可以达到营养的均衡 不是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